其實就是跟一對 這個新婚夫妻有關係 因為他們在辦完喜宴了以後 那麼決定環島 那其中因為花蓮很漂亮 所以特別在環島的過程當中 決定在花蓮留兩碗 那當然有花蓮的朋友 所以先約出來大家吃個飯 那當地的朋友會帶他們去很多 現在花蓮很漂亮的地方 比如說雲山水 然後很多的地方去玩 我們雲山水又冲夢幻湖等等 玩得很高興很高興 然後大概傍晚的時候就check in了 花蓮的其中一間飯店 分別這樣洗完澡了以後 就想說那應該蜜月嘛 你知道嘛 新烘烈 新帝國 那就是要做開心的事情了 對不對 好 那正在調情的時候 突然間這個男的 突然間正在調情在緊壓關頭 什麼事 他的腳 腳踝這個地方痛 你知道嗎 突然間有一股很刺痛的感覺 痛 然後他心裡想說奇怪 是我抽筋嗎 還是怎麼樣 沒有當作一回事 等到不痛的時候就繼續 要調情 幹什麼 調情了五分鐘 哎唷 換另外一隻腳的腳踝痛 這是很痛 那個追心刺骨的痛 像針刺到了那麼痛 所以像針針一樣 就把那個出肥的小腿對不對 出肥的小腿 那腿毛那個小腿 拿起來這樣要抓要看 看了以後 夫妻兩個人都嚇一跳 為什麼呢 因為就在這個 甲槐這個地方 有一道黑色剛好一圈 就像被人家用那個 手這樣緊緊的這樣圈住 這樣抓住 抓過一樣 左腳這樣 他趕快把右腳拿起來看 右腳完全一樣 而且那個黑青有沒有 那個黑青是 真的已經嚇死了 已經到那個很重了 就好像有人 用兩個什麼東西 把他緊緊的套住 他的這個腳踝這樣子 他嚇了一大跳 然後夫妻兩個對看一眼 什麼話都不敢講 好吧 那雖然時間還很早 既然那麼累又不舒服 我們就睡覺吧 到了隔天的時候 去外面玩 那可能前一天沒有睡好 所以沒什麼精神 那到了大概也是 吃完晚飯了以後 跟朋友結束 帶他們去玩了 朋友結束以後 就回飯店 大家sayonana 因為馬上隔天 就往蘇花公路離開 離開了花蓮了 然後因為太太很累 就說那不能 我先洗個腳就好了 我先上床這樣子 先瞇一下 先躺一下 然後先生就想 沒關係 那你先休息一下 然後我就進去洗澡 洗頭洗到一半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太太這麼熱情 為什麼 他洗到一半的時候 不是眼睛都蒙起來這樣洗 那蒙 突然間太太從後面 就把他兩隻手 抱住 環抱 環抱 他覺得太太 太太這麼 對 太太 真正真是比較可怕的 對 沒有 真是太可怕了 好同意 然後再抱一抱... 兩隻手 就往下面的重點部位 滑下去了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抓了 幹什麼 他心裡想說 我太太什麼時候 變得那麼熱情 你知道嗎 我過來從來沒有 他們交往過兩三年 也發生過性行為了 都OK了 把身體弄乾了以後 就出去準備要大戰一番 出去嚇一跳 太太躺在床上 還在睡 打呼了 太累了睡到打呼了 奇怪怎麼速度這麼快 你知道嗎 剛剛還在那邊 剛剛還在那邊 對我那麼親熱 幹什麼的 怎麼打呼了 那剛剛摸我的人是誰 然後就把太太的手 特別伸來摸一下 兩隻手 是熱的 因為是睡在棉被裡面 是熱的 剛剛那個手很冷 這個手是熱的 奇怪 那對方到底是誰 對 不知道 那怎麼辦 那滿腔浴火 不知道怎麼發現怎麼辦 看電視好了 打開電視機一看 打開電視機一看了以後 瘡 不管他轉什麼台 過了幾分鐘 就跳到兒童台 你知道嗎 不管他轉什麼台 蹦以後 就跳到兒童台 然後後來 他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旁邊 因為他一直在轉 所以旁邊的太太本人 熟睡得鐘 也被他吵醒了 然後問他說 你在幹什麼 他說我在轉台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老師會跳到兒童台 而且是不同的兒童台這樣子 那太太跟他講說 說得也對 我剛剛做夢的時候 夢到一個小孩 夢到一個小孩 然後在玩 然後是在我們那個 房間裡面玩 我正覺得納悶很奇怪 因為他是很可愛的小孩 所以我沒有特別怎麼樣 然後就被你吵醒了 結果在他們兩個 跟他討論這個時候 各位 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說 阿飄是一種能量的累積 所以每次當能量出來的時候 那因為他自己本身的 溫度的關係 所以現場會變冷 還有他是一個能量的累積 所以他來的時候 會干擾到磁場 所以當他出現的時候 燈光就會一閃 一閃 在這個時候 燈光一閃 一閃 然後他們正在談 這個事情的時候 然後他的先生說 這個應該是飯店比較久了一點 會有一點燈泡可能要壞掉了 老舊 就他講了這個話了以後 一閃一閃一閃 加進以後 突然間整個熄掉 然後太太就抱著那個先生 然後先生說 不用怕 不要自己嚇自己 沒事的 其實心裡面已經開始念 一直唸 突然間唸了以後 燈光又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 先生就跟太太說 不然我們先去吃個宵夜好了 拉起太太 準備走出去的時候 要走到門口嘛 對 兩個夫妻不約而同 突然間看到了一個小孩 然後他太太就叫出來 為什麼 這個小孩就是他夢裡面 看到的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做出的一個動作是 在門 不准走 擋住 然後指著那個電視 陪我看電視 你知道嗎 他要看電視 陪我看電視 你知道嗎 然後夫妻兩個就 大叫一聲對不對 門 不管三七二十一 門打開 然後先生衝出去 行李都不管了 門也沒關了 就衝出去了 然後很生氣 很生氣的問 你們給我的那個房間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這兩天被一個小孩 被一個吵的 我們都沒有辦法睡覺 連開心都沒辦法開心 到底怎麼回事 你知道嗎 我套遠房間要怎麼樣 各位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那個房間就是 在幾年以前 有一個小朋友 因為一個男的 很喜歡這個小朋友 所以那個男的 想要終結這個小朋友的生命 你知道嗎 說只有這樣 當然這是非常錯誤的想法 只有這樣 才能讓那個小朋友 永遠的留在他的心中 可是他認為 如果我要終結他的生命 而如果我沒去陪他的話 沒有人照顧他 所以他在殺死 這個小朋友的以後呢 這個男的也在這個房間裡面 燒炭自殺 不過被救回來了 所以男的沒死 小朋友死了 後來這個男的被用殺人罪 移送法辦 可是 那有一個女的啊 有一個女的 生進去 摸老公 摸老公 那個女的是誰 飯店跟他們說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死的只有小朋友 沒有一個女孩子 所以這個女孩子 說坦白 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 下次如果男生洗澡 有人摸你 就知道了 就是不管啦 電視響啊 有人摸你 快跑 不要再呆了 還再一夜了 誰受得了 不然就帶真正去嚇他 可以一起洗沒問題啦 你不是說 正鬼啦 沒事 你今天要馬上回去你就看得好 不要啦 我這樣會怕 你今天回去你就精神 不是 我跟你一起洗 誰要跟你一起洗 屏東 這裡是在一個旅館 也是在一個旅館 對 也是在一個旅館 在屏東的這個 他當時在這個屏東 鬧去了一個這個旅館的四樓 這次發生也是好幾年前 當時那有一個這個在屏東 也是住在屏東一個 靈性男子 他本來他自己有一個 也是結婚二三十年的 一個這個髮妻 然後呢 可是呢 因為當時 他是一個這個電信公司的 一個小主管 然後結識了一個 已經守寡守了 二十幾年的一個 一個小三 年輕的時候 他曾經是 冰廠西施 經過人家介紹認識他之後 一認識就開始慢慢有好感 然後後來進而二十幾年前 就開始交往 然後兩個人呢 就一直開始 等於是出雙路隊了 不顧這個法妻的這個反對 然後把家裡的這個房地器 房地產這個貸款 然後去抵押 貸款三百萬元 在屏東 那個其他的這個鄉鎮市 他去買一棟大樓的三樓 作為這個跟小三在一起 出雙路隊的愛潮 所以兩個人就是開始跟 金烏長焦 對 就跟夫妻一樣 可是其實這個這個男生 他感情是花花世界 他還是照出去外面 找別的女孩子 所以這個小三跟他在一起之後 他不安全感很重 常常跟他口角 甚至他懷疑他的手帕交姐妹濤 跟這個林先生啊 跟他這個在一起的這個有婦之夫啊 過重甚密 甚至好像兩個人這個黏在一起 後來大概三四年前 小三帶著他的乾女兒 去投訴屏東的這個一家 我剛剛講這家旅館 到這個旅館的四樓 他氣不過 他就把這個 他的這個林姓男子啊 他的這個情人叫過來 打電話叫他來 那他這個男生也過去了 跟他在這個旅館的房間 溫存了一番之後呢 然後沒多久 又因為感情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 他懷疑他去找女人 或是幹嘛 又大吵大鬧 吵了之後 這個這個林姓男子不高興 跟他溫存了一個晚上之後 隔天一大早他就離開了 離開了之後呢 這個小三他就更火大 他就認為說他去找小事 他外面一定有第四個女人 甚至更多 結果他就叫他乾女兒 去外面買水果刀 買水果刀回來 帶回這個 他們投訴的這個 旅館的這個房間 在他那個房間放著 那時候他就越想越氣 可是沒多久 大概到了傍晚的時候 這個林先生他又回去了 林姓男子的小三 開始已經 模樣已經開始變得很冷靜 然後開始去取悅他 兩個人又開始發生關係 他在床上嘛 然後馬上從床下旁邊 遇藏了那個 他乾女兒買的水果刀 一把拿起來 往他的這個胸口的 心臟的症狀上 刺得很深 然後就還這樣子插住他 結果那個當時 乾女兒是在客廳看電視 一進來看到 嚇壞了 嚇壞了 然後但是他也沒有去阻止 他的乾媽 這個林姓男子 他後來乾女兒落網之後 就跟警方講說 他看到這個被害者 被殺的這個林姓男子 很吃力的 因為那個被刀傷的劇痛 很痛苦在掙扎 又很吃力的 自己把插在他心臟胸口上 那一把水果刀 被猛男插入 然後又把他 很吃力的把他拔出來 拔出來之後 那個血流如柱 一直流流流 那個血 我跟你講 那個傷到那種 藥害或動脈 那個真的血就是好像 像倒水一樣 噴泉一樣 馬上就在床 整個這樣子 紅通通的一片 可是這個林姓男子的小三 他反而很冷靜 從頭到尾就很冷靜 反而若無其事一樣 開始收集你 就跟這個他的乾女兒 就退房 就走了 當然後來 旅館在清查 明明你們是三個人 來投訴旅店 那為什麼退房之後 只有兩個人 最後只有一個 然後又不交代清楚 然後一上去查房之後 賀蘭發現在房間裡面 那個床上 那個林先生 林姓男子已經在床上 整個床都是紅紅 全部他的血 甚至流到那個地板上 已經氣絕多時了 馬上報警 後來巡憲也抓到了 這個林姓男子的小三 還有這個他的乾女兒 當然他落網之後 其實沒有悔意 他還跟警方講 警方就跟凱凱而談 講他過去二十幾年守寡 然後後來後半生二十幾年 因為兩個人都已經五六十歲了 然後說他為什麼殺了 這個六十幾歲的林先生 就講得很生氣 完全沒有回憶 說誰叫他去找女人 誰叫他去找女人 他說我就是懷疑他去找小四 有第四者 這是第五個 所以他就很生氣 當然這個小三後來被判刑 判了十七年 殺人罪 然後這個乾女兒 也因為幫助乾媽去買水果刀 而且就是共犯 幫助罪五年六個月 後來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有去屏東要去墾丁 或是去那一帶去旅遊去玩的 這個旅客有投訴在那家鬧區的 這個旅館四樓 都說半夜 到了這個傍晚七八點以後 然後到晚上十點十二點 半夜常常電話會響一兩聲 然後接起來那個電話就像是 那個信號不清會壞掉 這樣子 拿起來 唯 唯 唯半天都沒聲音 然後電話會有那個信號不清 然後跑去那個 那個一樓的櫃台問 櫃台的時候沒有打電話 沒有一直承認 一直澄清說沒有打 然後旅客都覺得櫃台在有點 甚至有常會發生一些爭執 在有點捉弄 結果回到那個房間的時候 進不去了 進不去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喇叭鎖 那個不能打開 不是通常鎖住了之後就不打 它是反而可以打開 是裡面的那個鍊子 勾住了 那表示裡面有人 才能幫你把鍊子扣起來 而且那個鍊子不是這樣子 放一條 你要卡住它那個珠珠裡面 這樣子才能夠拉動 門還會露一點小縫 發生了好幾之後 櫃台剛開始 工作人員也不明就裡 也不知道什麼事情 後來因為這是 三四年前發生的事情 一查知道才知道 原來那個飯店房間 以前出過命案 結果後來那個房間 一傳出來之後 不知道現在還沒有敢去住 可是傳聞到屏東那邊的人 去玩的人 都不敢去碰那個房間 飯店的這個 如果你不問他 他也不太敢講 嗯 嗯 嗯